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的何家荣 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们对付他这么久 却一直拿他无可奈何 这要是传出去 只怕我们要沦为世界的笑柄 很显然 他跟德川代表的剑道宗师盟之间有一些不和 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笑柄了 他旁边的一个人冷声吃笑附和同样激愤德川 阴阳怪气 世界各国特殊机构不是傻子 就算我们不承认报纸上刊登的是公泽 但是他们心里都一清二楚 剑道宗师盟身为我们国内最顶级的武士组织 任务完成的还真是出色呀 一旁的德川听到这话 脸上顿时一阵轻一阵败十分难看 他冲会一转最中间的男子点点头攻身 满是歉意地说道 这次是我们剑道宗师盟的事务 其实以公泽的能力 这次不应该释手的 只不过我们都知道何家荣这个人非常交诈阴险 我想公泽长老多半是落入了何家荣提前设置的陷阱 才导致他云命花下 找那么多借口干嘛 如果你和昌古川会长 无法扛起剑道宗师盟 我劝你 抓紧世界 把位置让出来 白面男子沉声说道 不过说到一半 他的声音顿时小了几分 颇有一些畏惧地望了一眼 对面坐在会议桌右手的一位 穿着和服的白发老人 他便是剑道宗师盟 盟主长谷川 此时长谷川正抱着双手 闭着眼睛 与寻常老者无异 但是在听到白面男子这话之后 他双眼猛然睁开 眼睛中布满了滚滚杀气 宛如射出两只利剑锋利难当 吓得对面白面男子不由身子一颤 后背蹭的一下布满了冷汗 如果金警部长 想要接受剑道宗师盟 那我完全可以将位子让出来 长谷川语气平淡地说道 只是不知道倘若何家荣偷袭到我家门口来的时候 养尊处优的金警部长能承受得住他急掌 只怕到时候金警部长会直接下的尿裤子吧 德川跟着冷冷地附和 被叫做金警的白面男子 脸色铁青 心里十分窝火 但是却敢怒而不敢言 好了不要吵了 会议桌中间的男子陈生说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一致对外 除掉何家荣 说着他转头望向长谷川陈生 长谷川会长 从现在开始 我要求何家荣这件事 由你来直接负责 是 长谷川立马站起身来 恭敬地冲会议桌中间的男子点点头陈生说道 请您放心 如果除不掉何家荣 长谷川远欺负自己 而远在青海的林宇 并不知道整个东阳 已将他列为整个国家的头号敌人 不过这些年来 他已不知道被多少人列为了头号敌人了 所以就算知道了 只怕他也丝毫不在乎 看到各大媒体上不断地播报新闻 他也能够猜到这二十日 东阳见到宗师盟所受的压力 心情也觉得大好 就这么过了三四天 林宇的内伤有所转好 但是比想象中好转得要慢得多 虽然可以独立行走了 但他胸口还是时不时的憋闷 根本不能运力 不过即使已经恢复行动了 林宇便想立刻回京了 让百人图的手机上盯了饭金的机票 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去见家人了 并且还能陪着江岩一起生产 他心里是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百人图一次将所有人的机票全部订好 但是轮到林宇的时候 看到手机上蹦出的订票失败 他不由神色微微一变 接着再是几次仍旧没有成功 他脸色顿时有一些阴沉 急忙转过身去 冲沙发上的林宇说道 先生 不知道为什么 您的机票一直订不上 老实浅识信息有误 会不会你说错身份证号码了 林宇有一些疑惑的抬眼 望了他一眼 不会啊 您的信息我手机上一直都有保存的啊 百人图急忙说道 接着将手机递给了林宇 林宇接过手机 见身份证信息确实没有问题 也不由得有一些胡意 同样尝试了几次之后 也始终无法下单 屏幕上不停地跳出错误信息 林宇眉头就猝了起来 心里默得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接着他立马切换成火车票 而且那是最慢的那种 绿皮 但是跟方才一样 跳出的仍然是四个字 信息有误 奶奶的 这是咋回事啊 该不会是订票系统出问题了吧 一旁的角木椒等人 看到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后 不由有一些纳闷 可是我们的票都能订上 百人图沉声说道 林宇没有吭声 瞇了瞇眼睛 思索了片刻 接着他给寒冰打了电话 上来便开门见山地说 我订不上机票 你知道吗 订不上机票 电话那头 寒冰微微一争 怎么了 没有航班了吗 你等一下 我现在帮你看看 林宇低声答应 也没有拒绝 随后 寒冰在电脑上查看一番疑惑地说道 今天和明天的航班 这不都还有一座吗 我直接帮你订上吧 你的身份证怎么订不上呢 电话那头寒冰的语气陡然一变 突然他发现 无论他怎么操作都无法下单 听到他这话 林宇的神色顿时暗淡起来 他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 应该是交通系统 暴力入黑名单了 不可能吧 好端端的 他们为什么要将你的信息 令入黑名单 你等着 我这就给交通部门打电话 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寒冰沉声说道 说着 寒冰急忙挂了电话 摆人图皱着眉头 沉声说道 这帮人搞什么鬼啊 连黑名单都能弄错吗 怕着怕 没有弄错 林宇轻轻叹口气 自顾自地呢喃着 眼中闪过了一丝失望和苦涩 等了半个小时 寒冰电话才打过来 不过寒冰的声音 听起来分外低沉 而且又有一些欲言又止 夏荣 没事你说吧 只说就行 我有心理准备 我打电话问过了 是 是上面的人觉得现在 你还不适合回来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我打电话问过了 我打电话问过了 是什么事 我打电话问过了 感谢观看